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乌干达 刚刚提到过要坐25个小时 那当那个飞机飞到非洲上空 那就开始往地上可以看到说先经过肯亚 那地呢是绿洲在 肯亚有那个动物大迁徙 是的 然后进入到乌干达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好大的湖跟绿色的大地 真的是绿色大地 所以这是我要介绍 乌干达它是在整个非洲 北非是沙漠区 过了沙漠区以后 当然就比较比较干燥 对 然后就进入苏丹 南苏丹 那就开始进入到非洲的中部 对 乌干达它是尼罗河的发源地 是的 所以尼罗河发源地 你就知道那边水量非常的充沛 那么当然就累积出来 刚刚讲维多利亚湖 那维多利亚湖呢 就在我们讲整个非洲 如果从中间缺一条线 它在中间以下 然后呢 如果在锤子再缺一条线 它又在中间的右边 OK 所以你可以想到 它如果是我们向线的十字路口的东南方 所以在这个位置 那乌干达呢 就是在维多利亚湖的右上方 那那边呢 事实上维度是跟印尼非常接近 印尼 所以你可以想到 印尼是雨林区嘛 对 它那边一样 事实上方面就生林区 雨林区 OK 所以非常的富饶 那么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人成长嘛 那就开始进入到生林区 所以有很多 你看到绿色大地覆盖的地方 事实上里面都是那种 所以它会跟那个 肯雅一样那么多动物吗 在过去是有的 可是现在你要看这些动物 都必须在国家公园 而且国家公园 它通常设在是 两条河围绕的地方 它用河来 区隔 野生跟 人的社区 老师有接触很多当地的人 是的 其共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去管那外观 那事实上 它们都是在拼吃拼喝 我说不一样的是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受教育 有很多的工作 等待我们的专业 在那里是没有的 我形容一下我去了那里 我去农家 直接做客 那农家呢 就在一块它自己的钱里面 所以它们真的叫做 田地里面的农舍 它没有农村的概念 那这个田呢 就要供养他们家所有的生活 所以通常这个田呢 虽然不大 大概有个两三分吧 那么一般种的就是 日常可以吃到的玉米 香蕉 它的香蕉不像 我们这边讲的 黄色的香蕉 它的香蕉是绿的 大大的 当年告诉我 它从来不会黄 所以呢 通常这个香蕉 是叫做食物香蕉 食物香蕉 你要把皮 用刀子削掉以后 然后把 不剩剥的 剥不下来 剥不下来 所以用刀子把它剥下来 剥下来 就立刻放在水里面 一面氧化 然后就拿去蒸 或者煮 变成香蕉米 所以通常吃的就是 香蕉 玉米 或者素素 素素 那这一类是 日常人在吃的东西 就是糕店 那它们的那个呢 昏食 那地下都吃素 几乎没有昏食 它们不养猪 为什么 它说猪是食量太大 所以它们养不起猪 它们也许会养鸡 可是那鸡养法 就在地上跑 所以它的鸡的养 也不够好 所以它们的鸡蛋 是蛋黄 是白色 蛋黄是白色 对 我们每次都好菜 怎么蛋黄叫做蛋白 那就代表它 卷卷一些营养素 好 那这个时候 其实它们是一个 不会饿死人 所以在乌干达 没有人会饿死 包括是孤儿 旁边的左右邻居 或者地方 有威望的人 就会收养它 因为不缺一份蛋白质的消耗车 可是它没有money 因为你加的玉米 跟我加的玉米 我不会给你买呀 所以它们没有差异化 也就没有理由互相交换 没有互相交换 就不会有货币 商业行为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商业行为 没有市场的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是 我常常 我在以前就会生 它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地点人 OK 那这个老师讲的这一个社区 大概有多少人口 抱歉不是一个社区 不是一个社区 几乎所有基础的在森林下 在遥远区域的农民都是这样的生活 那老师有接触到的上路吗 因为它那边有四千多万人 是的 所以老师接触到的 当我接触到的是 实际上生活描述比较富足区的 大概在乌干达的南部 南部 它更不足 那乌干达的北部 稍微干暗一点 也许它就会有村座接近 对 它可能就会以道路为主要的聚散地区 我们刚刚谈到说 我们现在看到野生狗 动物狂奔 都要去那个肯养 那乌干达那边的动物 以前有 现在没有 都到哪里去了 乌干达因为它的农人 太容易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 太容易生活 太容易生活 它只要有玉米 只要有香蕉 它就可以吃 就可以活嘛 所以他们人口也成长 虽然他们死亡率是 25% 小孩子 那 是他还是持续的 满外缩症 那所以呢 就有一些道路 根本到不了的地方 其实也住有很多人 所以你要问我说 那边的农村 我还真的不晓得 什么 寻农 第一个 他们是一块地 这么跟你一块地 你自己养活自己 那 所以大家都住在那块地的中间 它不像我们的农村 是聚集在一个村子里面 地都在外面 所以你千万不要台湾的农村概念 对 它是分散的 所以呢 第二个 你又没有行政区的划分下 因为它才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很多建设 它的政府 政府的一些其实只有在分析 农村这边是没有行政区域的 没有行政区域 所以你要问这个当年人叫什么村 他们会愣在那里 不晓得你在问什么 那他只是说 那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厨房 最后就了不起这样 所以那边基本上叫农业区 不叫村落 居住了很多人 所以他一直扩张的结果 野生动物就慢慢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那除了一些废废之外 那很多野生动物就开始退让 甚至消失 所以大部分都会挂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 那只是在乌康纳这边的国家公园 要不然就在很偏远的山区 在洁净刚果那边 那个是大猩猩的 那是一倍猩猩 那再来就是 往那个西边 建立肯雅那边 那它主要的国家公园 都是在我刚讲的 何能够把它围出来 人也干扰不进去 野生动物也会出 所以你去那边像我去了木齐城国家公园 就去了两次 早上就开着车进去 开始炸各种野生动物 你这个就可以看到 你在车上坐着 看到大象那边吃东西 看到很多路用眼睛瞪着你 你是什么动物 所以是去让动物看 对对 好多好多动物 我唯一只有花抱没有看到 其实所有东西都看到 有一次吃饱了 躺在我旁边 相隔不到五公尺 那个老师是去那边工作 去把人家建那个商业模式 有人到那边去观光吗 有啊 国家公园是给观光客的啊 台湾有 台湾没有 欧洲人没有 欧洲人 欧洲人通常去观光客 就是住在比较好的旅社 大清早就开始去追这些动物 这跟肯要是一样 对 其实跟当地人不太有接触机会 为了要追着这些问题 你都有很多机会 跟当地人真正的接触 然后吃他们吃的东西 不会说像我们到那个 到那个鱼区去 还是有牛排可以吃 还是有鲑鱼可以吃的 可是我在那里吃到鱼啊 我吃到那个鱸鱼啊 鱼里面的鱸鱼 我跟你保证 五十公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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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拎着一条那个鱼 我一看 从我的膝盖那边算下去 比我那太长了 那如果当地人希望我买 那个价钱 我一算 你知道多少台币 一百五十块台币 一百五十块台币 可以吃几餐吗 那我至少吃一个星期的吃不完 星期的吃不完 他们那边有星期三天 有啊 可是那个老师讲的那个村落 你一定 村落是用车子这样子 进去然后就出来 通常你不会进村落 一般人不会进村落 那他就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比较深入的 深入的进入在地的话 还是要跟着老师的那个 如果你要真的是 进入一般平民百姓的 那当然就要跟着这些组织走 或者你自己当背包客 可是我不鼓励你当背包客 在那里 背包客还是带着一点风险 虽然乌干党我觉得相对比较没有风险 老师觉得比较没有风险 我觉得乌干党比较友善 比较友善 而且他通常 你当时在都会的那个观光区是 除外啦 一般来讲对你非常友善 那甚至我在乡下的时候 其实很少跟我生活要的东西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那个咖啡豆 他是拿了一把咖啡豆 问你怎么办 对 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买啊 或教我怎么做啊 因为他都要学着 甚至他们有讲那句话 因为英文来讲 就是你们是台湾人哦 你们可不可以赚钱 你要不要教我怎么赚钱 这句话 现在我眼睛的时候 我耳朵里面的时候 我是非常感动的 你教我怎么赚钱 我们从小读书 不就学着要去工作赚钱吗 结果他今天说请你教我 政府没有办法教他 外来那么多事 他也没有教他 他跟我们一个台湾人 只是因为他知道台湾人很有钱 就去赚 都自己赚的 你看他们对台湾人多了解啊 我们都对他们不了解 可是我告诉你他真的跟我讲这句话 才是汉弄心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也让老师一二再再二三 能够拜访那个地方 既然人家拜托你 教他技术 帮他赚钱 这个技术来讲是 我教了那么多大学生 对果然是学者本色 果然是老师 你身为一个父母 你身为一个老师 当然有人跟你说 请你教我的 你会听而不闻吗 OK 所以我们追着问题跑 然后呢 很容易就跑到一个全然陌生 但是又充满着乐趣 充满着新奇的一个新的领域 老师那那个鱼 你说150块 然后可以让你吃一个星期 那你是怎么煮 通常在那边煮法很简单 就是烤 我用烤的 对 就放到鞋架上烤 因为对乌干达人来讲 他们很多食材是 用什么样调味料 放盐啊 就只有放盐吗 就放盐就好 那各自我讲的当地人 在我们眼中 那是很浪费的事情 这一条鱼 开玩笑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三分之一拿来烤 三分之一来做汤 鲁鱼汤多鲜美啊 对不对 再三分之一来红烧 可正常来讲 做汤这些事情 他们不太有概念 他们当地人是吃鱼的 他们当地人吃鱼 吃无锅鱼 就是我们讲的一诺鱼 我们后来把鱼 鱼在台湾叫无锅鱼嘛 对对对 那事实上是那个鱼 我要必须声明 那150公分的那个鱼鱼 鱼鱼 但是鱼鱼 你女生生产后要吃的 手术后要吃的那个鱼啊 对对呀 没有伤口 那么大的鱼 是一般人不可以补的 不可以补啊 对 因为这么大的鱼呢 都归属政府 那一定是一些大公司 需要跟政府缴纳一些权利金 它才可以补 所以那个鱼呢 在市场上也没有那么高价 是因为它不能买 它只有碰到我的时候呢 就说你们要不要买 因为你是鱼鱼 鱼鱼就是白人的意思 那就是你们这种 皮物比较白的高贵的人 你们也没有买 那所以这个鱼鱼 所以抱歉 鱼是给大公司国家的 那它是偷补的以后卖给我 我没有买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 那我们买的就是买鱼鱼 那鱼鱼鱼是当地人宜许去补的 那当然越补越小 你的船大就可以到五中间鱼 一般我们可以吃到就像一个头那么大的五中鱼 就一个人一份 对 一人一份 对 我们会觉得很奢侈 在那边就是最简单的 那那个鱼大概好一点在餐厅的是油炸 几乎没有什么技术 有 去爱奇奥上的地方 对 那就觉得好可惜啊 所以一般的 像我们也跟那个村民说 你这鸡养得不错 我们给你买两只 那一次我在村里面很有趣 我们说那天几个台湾人 馋到嘴巴 吃素吃到不行啊 是那个香蕉 就跟你一样嘛 对不对 没有肉怎么吃饭嘛 那我就问那个村民说 这两只鸡可不可以卖给我们 我们给你买 给你很好价钱 他说这只鸡我可以卖给你 那只鸡是谁的 别人的 对 其实鸡是谁的都全主 因为天天都住在一起 那么我们买了 结果你知道我们煮鸡的方式 当地人是没见过的 你煮什么鸡 老师怎么煮 我们那个王瑟宇 台湾农夫呢 他说要烤那个就是 焦花鸡啦 哦 要包一包 你一包包一包 然后用烤的 对 当地人觉得很差异 可以这样做鸡 那他们一般就是 跟我们学的那个师傅呢 吴甘兰他知道用炒的 然后放酱油 他因为跟我们吃 有点像风烧 对 那当地人是炸的 他们所有的酷子大概是炸的 那这种是他的油 他们的油是一种很黄的 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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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很少 很少人签证几个鸡 所以我回来问我们 我们的那个 有一些小器杖之工的 我说他问我说这个 老师我要懂什么技术 他说当然会哦 家里面做菜 我说那今天给你鸡 可以做什么 哇 十几道鸡的做法 我说好 你们就跟我去 因为2020年 其实我是招募的团队 是希望学生们 教他们如何煮鸡肉 煮鸡肉 因为我已经鼓励他们去讲鸡了 那这个鸡肉你卖给我 所以那些鸡2020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无关大人就少 都活下来了 少藏了很多 都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对 像是可以做那个老母鸡啊 可以 多一年了嘛 那我就 其实我有个想法 就是我希望把一只鸡 也许红烧以后变成六份 鸡肉便当 你看我是不是鸡 就可以变成六个便当 这个六个便当 一个如果讲是四十块台币 我就变成两百四十块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收入买得起 四十块台币 我都 当然我就要 从村子里面 做好便当 得以后 送到省道上去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上的人 他是有消费率的 因为他停下车来 他也到餐厅里面吃 也许廉价一点 大概三十块 带有鸡肉 菜 乳食 大概三 我们超过四十块上下 可以卖 所以我就说 从村子里面 村子里面不值钱 没有钱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从 他们的鸡的食材 变成 台湾的加工以后 变成可口 美味的鸡便当 我们就可以卖出去 我每次听老师讲这些经历的时候 我都觉得 感觉是 明明就是个学者 18班 5亿都会 有时候我会把他讲 社区创生 价值创造 觉得很遥远 可是很简单的 就是用当地的一些元素 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同经验的元素 台湾的一些技术 我们的体验 然后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些新的业务商业的一些产值 那你想想看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并不困难 因为我有一个把握 我们做出来的鸡好吃 不干燃 会不会觉得不好吃 嗯 这个 不敢说 好我不敢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是没有办法去尝 其他鸡的时候 被我们处理过的一定是好吃 一定比他们现在做的好 那我也可以找一些农民 村里面的人来试吃 我们办一些party 对不对 你来试试看吧 你觉得好吃的 我们一开始来做 我用你当地的 你去seasoning 做料来做 所以还有市场测试 对 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好吃 你来跟我学这个技术 你学这个技术 的时候 我老是投资便当餐盒的盒子 我从台湾带过去 那么轻我可以带一堆 那我投资盒子 然后我们地方上的这些 鸡是现成的 玉米现成的 那些蔬菜现成的 我们cook起以后 再投资一个人 你一个小时给我骑摩车 到整大厂去卖 然后卖一个 你拿20% 所以这就是商业模式 是商业模式 而这个商业模式的技术 我很有把握 因为吃美味的东西 几乎是人类的变形 OK好 那我们今天就在便当这件事情上面先告个段落 那接下来 因为民意识为天 从便当切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象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怎么样能够 从经济作物上面去 为当地创造一些 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些做法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回到我们讨论 为什么老师要去推动黑色力量这样的平台 你怎么说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很么 你怎么看 那这种东西 你怎么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